Lio聊世紀 天天的關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這場精彩的三國字大戰 那我們先來介紹文明 這場遊戲是一打一打一 所以就是三個國家裡面 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勝出 就棉覆起始的三國字 橘色的話是條盾 條盾的話農田很便宜 再來就是這個遊俠非常的硬 但是遊俠沒有這個跑速 所以跑得相當慢 所以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種重裝騎士 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那條盾出租之外還有這個步兵 超級硬 再來就是他還有免費的抗招響能力 所有單位都可以抗招響 再來就是他這個駐紮 有兩倍的效果 主要條盾的特殊能力 大致上主要是這些 還有城堡的加三射程 之類的 好 我們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是這個高冕 高冕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最大特色是這個益次元農田 再來就是村民可以住進房子裡 所以這個房子可以躲村民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房子可以躲五個村民 一個地方最好是蓋兩個房子 可以躲到十個人 蠻好用的 再來就是高冕的這個 奴砲跟奴砲像 一次可以發射兩支箭矢 非常的強 所以後期也可以考慮用奴砲做一個阻力 大概就是可以再轉一些大象 冕高棉大象 還有這個加三能力 所以大象也是不弱的 好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是波西米亞 好 那波西米亞這個玩家應該大家很熟悉了 是GL戰隊的DOT 他的年紀應該是世紀帝國裡面最年長 好像已經快五十歲了吧 印象中是這樣子 反正是一個真的是活化史 世紀帝國活化史 好 那波西米亞的話算是大後期 非常強的一個文明 那為什麼他會非常強 主要原因是因為波西米亞的後期 他只要出擊兵 加上榴彈炮再加上火槍 就是一個無敵狀態 我怎麼這樣講呢 第一來 他的槍這個擊兵 戳馬有25%的額外傷害加成 所以戳遊俠馬 戳的速度超級痛的 那如果你知道對方會出擊兵的話 那你第一想到的事情是出什麼 出這個步兵嘛 劍勇 跟這個火 跟這個 弓兵嘛 火槍嘛 但這些東西都會被 波西米亞的榴彈炮給克制 那再來就是步兵的部分 還會被火槍兵給克制 所以你不管出什麼 波西米亞這個組是非常OP的 完全是沒得解的狀況 除非你也跟對方一起打火炮 那可能還有機會 但是人家的火炮傷害力高 血弱多 所以這個你跟對方互換火炮的話 可能也換不已 除非你真的操作秀好秀嘛 我猜我肯 或是對方一個波西米亞失誤 並沒有靠在一起全部散開 個個擊破 波西米亞的這個正法 只有這個打法才可以解決 那再來就是波西米亞有這個大學 大學可以在城堡時代就是研發化學 所以他打工兵的話 城堡時代可能會多一攻 這個如果在單挑的時候遇到的話 要特別注意他的工兵 有沒有點化學 再來就是波西米亞有這個宗教狂樂 跟神聖思想 可以影響到這個村民上 所以村民的血量可以非常多 移動速度也會特別快 這個也算是波西米亞的經濟加成的效果 好那這場的遊戲模式 是國王戰爭 所以誰的國王先死掉 那個文明就直接遭到毀滅 所以國王擺放的位置也是特別重要 那我好像看人家新版的國王 好像是不能再放到TC裡跟城堡裡的樣子 變得說你一定要在地圖上面去躲藏 但是好處是 國王的跑速很快 1.32跑速 這個跑速跟這個 好像比所有的單位都還要快吧 也比那個賽爾特 賽爾特的松蘭五四 還跑得快 以步兵來說的話 速度應該是最快的 國王 那再比他更快的單位有什麼 眼鏡蛇車 好像沒有咧 欸對 就只有眼鏡蛇車跑得比國王快而已 好 那這個模式就非常特別 好 那我們來看看高敏 高敏這邊黑暗時代 怎麼就開始圍人家牧牆啦 哇一開始來呢 拉兩村過去 直接開圍 這邊吃喔 突然互打 原橘色也想要圍家 但是沒想到 高敏這邊這麼兇 黑暗時代就直接拉兩村 出去外面圍家 欸這邊村民會打起來 拳套拿起來扁一下 好 再來就是 條段這邊喔 也準備要來圍家 那條段全部的人應該都是直城開局喔 好 大家都不會想要打一個大封建喔 因為畢竟封建實在難打的贏喔 因為一開始 這個洞口很好圍喔 幾乎是不需要什麼太大力氣喔 就跟黑森林一樣 這個可能比黑森林更好圍喔 黑森林有時候還會 還有一些大 大通口 讓你很難圍喔 但是這個地方就是非常窄 你想怎麼圍就怎麼圍喔 好 那高敏這邊直接啊 在前面 鬼死 然後再撥兩個房子喔 那 家裡狀況目前 算是比較穩的 沒什麼問題 這邊遠距離 直接開農 吃鹿肉 那鹿肉的話 還是需要放進去的 但這邊模仿可能意義就不太大 因為高敏不需要模仿來種田 所以這個模仿可能之後會來低調 好 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都是直層的狀況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後面這個經濟狀況都蠻正常的 看一下這裡 這裡也是 喔這邊居然還在開始種田 條盾種田種得著 這沒什麼問題喔 畢竟條盾農田就是便宜喔 即使沒有一級農 種下去也不會特別心痛 好 這邊直接下兵工場跟市集喔 直接跳層 好 市集 兵工場在後面 嘿 這個就是標準的直層 好 那由於這次是一打一打一的關係喔 所以上面面表 只能看到三個國家 的一個基礎的一個資訊喔 那如果要看支援的話 我們就只能看右下角 就看大家的支援這樣子 那我就不像單挑一樣 左右兩邊都會有他們的科技跟支援量 好 好這個關在模擬器還是比較好一點 這樣子變三國的話 看起來也更方便了一點 好 這邊直接圍個大石牆 大城們喔 十字的那種 最硬 哇再補一個石牆 好 那道德這邊 有打算要打快攻阿 好 長槍兵在按耶 這個時候在按長槍兵 這個 這個應該是有意圖的喔 那如果他現在要出去的話 由於對方有大石牆 應該要蓋個工程器吧 衝車或投車之類的 喔 看起來有這個意圖喔 要往前了嗎 喔 修道院 OK 或是裡面啊 修道院先下了之後 馬上就可以去點宗教狂樂 跟神聖思想 增加村民的能力跟血量 那這邊工程器製造所 應該是藍衝車 欸真的耶 呵呵 看起來就是要打快攻的樣子 好 衝車直接開始點 好 神聖在後面 神聖可以招騎士喔 呃 長槍兵可以戳落滿 這個防守來說就不錯 然後長槍兵可以進去衝車裡面喔 進去衝車裡面 還可以增加這個 他的移動速度 哇 結果這邊瑟瑞直接招到了一村 想要來蓋圍牆的村民 呵呵呵 直接招搶對方的村民 太狠了 好 那目前村民領先的 還是 DOT 到這邊算DC 沒有 TC沒有第一時間開喔 但是村民數不知道有什麼有領先喔 這兩位玩家的分數是 不知道是多少 我們有去查過 但目前看起來分數應該是不低的喔 還知道要出刺頭去反制波西米亞的僧侶喔 喔 這件事就很值得去誇獎 而且還有僧侶在做 撿生物的動作 所以總體而言 這兩家感覺也不是泛泛之輩喔 至少已有1600分左右的分數喔 喔 可能之上都有可能 應該是比我高分喔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 好 波西米亞這邊 DOT直接把一斤全部拿回家 下面這個 要趕快拿 高敏這邊拉了兩隻酸侶 這樣就可以安心的 招響對方的 好 但也可以用村民去扁 所以這邊不敢上 呵呵 這裡 拿了水龍直接走回家 但是DOT沒有要罷休喔 還是繼續往前 好 裡面有四隻長槍兵的衝車喔 跑速非常快速 這個跑速應該有點像是 蒙古的演習科技一樣喔 這個找岩器一樣 跑速一樣快的感覺 有看我們那個大岩上衝車的那一步喔 我就知道這個 衝車跑很快是一件很 很誇張的事情 好 這邊再招一村 哇 直接招兩村 裡面這兩村 直接變成DOT了 DOT這兩村 直接蓋BK在前線 哇 赤頭再均勻砍個生旅 哇 高女生就要瞬間滅國了 DOT直接無情開殺 那條斷這邊 還沒有開戰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村民直接開扁 透明生命變大戰 但目前 DOT的生旅有點像神聖思想 血量特別多 而且跑速也上去了 0.8 應該這跑速0.7 多0.1的跑速 生旅還跑比較快一點喔 那波西密阿 為什麼會有錢點這兩個 就是我們剛剛開頭會講到 就是村民喔 也可以吃到神聖思想 跟這個宗教考量的跑速加成 非常的香阿 好 這邊 可以稍微點數一下 這個 這個生旅 倒了 唉呀 次侯還在追逐 測一下 裡面的遺跡可以趕回家 趕快拉個聰明去撿 那我現在看條斷在幹嘛 條斷這時候差不多能夠覺得差不多 聰明書已經變成全場第一了 開始要來準備突破了 現在前線蓋個城堡 要來把這個石牆給打破 如果我是高敏的話 我會馬上把這些牆給滴掉 然後讓他趕快去打到的 因為這個石牆有點阻礙到 條斷出來的時間喔 可能條斷也不想要那麼早出來 也有可能 好 高敏之後後面蓋下一個城堡 但這個城堡可能會有點危險 因為血海一半還沒蓋好 頭車會砸到 唉唷 即使收穿還不錯 這一收穿頭車可能會爆開 好 直接收掉一台 你賺 城堡這邊也蓋了一棟 但是秒按出戰車 道特這邊反而是在家裡溫溫的農了出來 填瘋狂暗 沒有把多餘的木頭 拿去投資在前線 因為他知道即使面掉了高敏 還有一個條盾要打 好 這時候條盾想要來爭取時間 直接蓋大石牆 好 由於對我這個城堡存在 所以道特沒辦法第一時間把高敏給滅了 這個時候只能先開始農一下 趕快上到帝王十代 但目前道特的食物也差不多了 要點帝王了 但是高敏這邊應該是點下帝王了 這個支援量看起來很不正常 這個絕對是點帝王了 看一下哪裡有 在研發帝王十代 欸 欸 沒點嗎 怎麼可能 在這裡 上方已經在研發帝王十代了 手推側也按下了 OK 那道特應該等等要遇到完全體的 條盾了 那高敏這邊不知道還不能活下來 他這邊感覺是有點涼掉了 只剩五三吋而已 而且高敏也沒有這時候想要進攻的樣子 所以這些 剩下的時間給高敏的時間剩不多了 這邊要再繼續打下去 對高敏來說可能有點困難 好 國王的位置先要再放在正後方 PC後方 那場上兵部分還沒有出升級 這裡還要蓋一個射箭場 這是要出火槍兵的意思 霍西米亞到了 帝王十代 已經點下去了 條盾這邊開始了 再準備一些兵了 後面再升級資源科技了 頭車也準備好 居然是出頭車耶 這個有點令人匪夷所思 遇到波西米亞出頭車 是以為 道特會出戰車碾壓對手了 那目前條盾應該是看分數也知道 道特分數現在分數有四千多分 但是高敏分數這麼低 應該是去打高敏 這時候高敏也努力拼到了帝王十代 那軍品充司機可以開始殘 但是道特這時候還沒有上帝王 離地了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巨頭不能長 好 那這裡只圍了一對圍牆而已 看要不要這圍第一個洞 好 這裡圍好圍滿 哇 條盾在裡面 歸了很久 好 高敏就我們意識到了 趕快把自己的圍牆給滴掉 趕快叫他來出來幫忙 好 滴掉了條盾這裡的石牆 但是條盾並沒有要出發的意思 現在高敏就好像三國裡面的蜀國一樣 魏國在攻打過來 希望五國可以派兵 但是五國卻不離 五國在靜靜的等待蜀國滅亡 才要等跟魏國 主義死戰喔 這種感覺 好 道特這邊慢慢短出了自己的榴彈炮了嗎 火炮開始按 前線殘火炮嗎 欸 看 哇 還是後防這個 我以為他從這三個BK怎麼沒有在產火炮 應該會產一個 好 炮車家裡其實弄得也算不錯了 4TC直接開弄 經濟非常的好 黃金樹有點偏多 但我覺得也OK喔 待會出這個榴彈炮 好 很快就會用光了 好 高敏這邊轉出了一些輕騎兵 要來反制對手 波西米亞的生旅戰 看是有長槍兵喔 長槍兵搓弱嘛 傷害是極高的 那波西米亞這個長槍兵搓弱傷害喔 就可以再 插得更痛一點 所以待會兒如果調整出來 轉遊俠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如果道特這邊疾兵也出來的話 真的是無解 好 那 調整 這邊開始用頭子刺 再開路了 把這個路開出來 等等就可以直接殺出去 好 殺出去 殺出去 哇 這邊只要直衝 道特家裡的菊花 直接幫他開後門 有點像喔 好 炒盾這邊 還在慢慢開路的同時 炒盾這邊 怕了幾隻輕奇病 上前打了一下 但是看到後方的大軍實在有點恐怖 不敢直接硬上 波西米亞最強榴彈炮出現了 射程死了 血量90滴啊 火炮一發攻擊力40滴喔 兩發震重榴彈炮還不會爆開喔 這才是榴彈炮最可怕的地方 一定要三台火炮 擊中到 這個榴彈炮才會爆開 但基本上射程是跟火炮一樣的 所以榴彈炮最大的威脅是他的血量 還有這個多死地的傷害 但是火炮如果在高地對射的話 是可以對榴彈炮直接擊殺的 兩隻的話 因為高打地傷害是可以解決掉的 但是高冰這邊沒有太多經濟可以轉 這邊想用輕奇病直接上去硬尻 長王兵上來追血壓 後面有火槍直接開射肉馬 肉馬直接被射死 長王兵直接上前硬戳 直接戳掉了一對肉馬 肉馬只剩一隻回來 但是榴彈炮也被收掉了一台 那這一波進攻 條盾 終於要到上面了 士兵開始派兵了 喔 開始是有遊俠了 三攻三防都有 血量180C血 近防是7防 遠防也是7喔 近遠防都是7 超硬 那遊俠這部分如果衝進去的話 DOT就只能用這個急兵 去防守 還有這個森略 但是遊俠這麼多的情況下 最好還是用大量的急兵去擋 是最實際的 如果可以的話 就轉一些流彈炮 在家裡 大概要轉個4到5隻喔 流彈炮在家裡 然後直接 直接齊發 預判那個遊俠的位置喔 才可以直接一次打倒大量的遊俠 這個就是到頭待會要面臨的事情 那這邊 高明看起來是沒有呼吸喔 這邊直接爆開 TC全部被破壞 家裡只有洛馬擋 洛馬怎麼可能擋得住急兵 對不對 不可能不可能 沒有城堡 沒有弓兵 什麼都沒有 就是那種弓兵 會被流彈炮給打爆 這邊國王只能逃難 國王往下跑 但是急兵直接不講武德 直接戳了進去 後方 流彈炮往前 但是急兵都在後方 沒有空逃 好 哇 這邊可能要掉了 掉一台榴彈炮 很有可能 急兵過來救一下 能救到嗎 哇 還是被打掉一台 榴彈炮剩下四台 但是這邊已經開通了道路 這時候 欸 怎麼突然回到原點了 好 這邊原來是有榴彈炮在助手啊 這時候盜特已經發現了 趴從後面來 那遊俠這個時間點 也沒有地方可以做事 哇 盜特這邊防得很徹底喔 直接把左側的森林喔 直接圍起來 避免人家挖路過來 有死搶的話 還有第一時間可以反應 好 高明這邊不爽了 直接拉出了大量村民 直接開扁 村民直接原地死去 這邊要用村民來換對方的榴彈炮 看起來是有機會 媽 火炮亂炸 哇 哇 這個 這個還有Body 哇 全部森林上去運打 但是沒有機會 看起來高明有點自暴自棄喔 他可能在幫助高明 就是幫助條盾打最後一波 好 全部倒光 村民只剩下一點點 最後一個TC 好 剩下兩個TC 但是已經投降了 好 紫色打錯了GG 雖然國王沒有死喔 但是手動投降了 好 那條盾看到突襲不成喔 自己也去把這個上面的這個洞補起來 避免 讓這個 道塔利用這個地道去偷襲 好 這邊大量的遊俠直接過來 但遊俠沒有跑速的關係 所以追得很慢 中裝騎士有點難擋 條盾在前線 蓋了大量的一個馬舅 想要在前線直接補遊俠 那道塔的國王在 喔 在這裡喔 直接圍起來 直接圈養國王 好 大量的火槍兵跟擊兵出來了 哇 這個就是Porsimia 最噁心的打法 遇到遊俠 擊兵出來了 趕上來的話也被火槍射 如果他不敢過來的話 直接用這個距離優勢 榴彈炮 高傷害 去換對方遊俠攻兵 戰寶兵都可以 好 這邊想要部隊集結 但是在中途就被攔截 這波攔截好像有點完美 第一時間 擊兵沒有受到太多傷害 直接遠低倒地 但尤其血量還是很多 道塔這邊要按了非常多的擊兵 那目前挑戰幾乎是滿人口狀況 好 這邊偷子車過來 哇 偷子車壓力很大 趕快火 榴彈炮先解決 OK 這就是榴彈炮超強的擴散傷害效果 攻擊範圍非常的廣闊 傷害又高 血量又多 被這個重頭砸一下也不會死 好 大量的遊俠 直接再上來頂個一次 但是自己的數量開始有消景的狀況 頭子車的部分可能還要再按個幾台 但是如果再繼續按下去有點危險 那條動還有鋼鐵甲這個科技喔 可以讓這個工程器的防路有再上升一些喔 但是我覺得對榴彈炮來說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榴彈炮就是本身就是這麼痛的東西 你提升一點你裝甲沒有什麼太大用處 好 那這邊如果條動要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我想 可以讓... 沒得打 對 沒得打 放波西米亞這個成型的話 我覺得沒得打 而且超多隻有斯道特 如果是一般玩家的話 波西米亞可能還不會玩到這麼強 但是他的對手斯道特 覺得應該是沒機會 哇靠 你看這榴彈炮超痛 直接爆開 頭車越安越虧 好 現在出火炮可能還有機會喔 因為你看火炮這個射程喔 12加1 工程工程師也是加1 也是12加1 兩邊的射程都是12加1的情況下 感覺只有火炮可以做最後希望了 不然就是要趕快點出這個銀罐阿 增加這個射程 城堡射程 欸 應該是金罐吧 銀罐是鋼鐵甲 有點忘記調整金罐跟銀罐了 但是我記得他的 某一個罐裡面喔 可以增加城堡射程 去阻擋對方的火炮 我記得點一下之後 剛好射程的城堡就是13阿 可以跟對方對射 好 這樣是8加5 12射程 欸 有點遠欸 這已經點了喔 欸 還不夠欸 點一下工程工程師的 流彈炮是 欸 射到了欸 喔 他是15嗎 呵呵 應該是射不到15 欸 8加5 13 阿對啦 13啦 阿對 沒事沒事沒事 我剛剛失智了 剛剛體力老師教我的數學 又突然想起來了 不好意思 喔 這邊砸得不錯 兩台流彈炮直接原地倒地 好 那火炮還可以稍微出出一下 OK 那這就是條盾最強的東西喔 城堡 高射程神堡 射程有13喔 流彈炮也不能直接點 目前城堡是條盾最後的希望 如果現在脫西面阿 道德這邊要來拆城堡的話 一定要用巨型頭撕咬 用這個流彈炮喔 會被城堡給射掉了 非常危險 那這個城堡不解決的話 對方又可以在這邊 瘋狂的輸出 而且中間這塊金跟石頭也被挖走 所以目前道德要煩惱是 要怎麼處理這棟城堡 這個城堡不好解決 流彈炮對打的情況下 是沒辦法拿下來的 這邊條盾可以利用城堡的時間 拖一下 然後轉出一些比較更實用的兵種 例如這個 擊兵 擊兵現在互打是可以阿 因為對方的擊兵是正常的 原裝6加4 0加4 但是 條盾的擊兵是防御力超高的 他條盾的 擊兵防御有5阿 這個血量互打的時候 打一下才4滴血 差很多阿 因為一個擊兵攻擊一死 但條盾是5 打一下擊兵才5滴血 那對方擊兵防御力只有3阿 打一下是7滴阿 差別是在這裡阿 當然波士忌米亞一定會出火槍 火槍又可以counter這個擊兵阿 所以這個 永無止盡的 互相counter就來了 哇靠 條盾直接出一些大漏馬 那為什麼有人會說 只出漏馬不出青奇兵阿 最主要是因為條盾沒有青奇兵可以升起 他就只有 赤猴可以用而已 完蛋 好 但是條盾這個奇兵戰術 相當成功的感覺 抓掉了一些榴彈炮 還有一台榴彈炮能抓得掉嗎 但大擊兵錯傷太高了 還是把這些洛馬給戳死 好 駿營投石機已經在開始拆 條盾城堡 這裡趕快再按個幾個火炮出來 去反制一下駿營投石機 好 再按一下更多的級兵阿 那這邊如果對方出更多級兵 道德就出更多的火槍兵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榴彈炮 那如果我這邊出太多馬的話 好 級兵再多按一點阿 就沒問題 對 木槿怎麼看阿 對方怎麼出怎麼出阿 除非 也沒有除非啦 除非對方點一下這個神聖思想 去招同對方的榴彈炮 但這個成功率也是極低阿 也是不太實用的 而且對方還有火槍兵阿 也不太好打 好 那這邊 霍西米亞 道德這裡沒有看到前線的一個 步兵直接死光 還在原地開火 具體的投石機還在往前 因爲他下方已經在進攻了 下方的看到城堡爆了之後 下方的榴彈炮跟火槍兵就可以直接出來 後方的軍營投石機 不是投石機 中投可能要爆了 哇 兩台直接白給 只是打到了兩隻火槍兵 死在是很虧 但是這個條盾的城堡射程實在太誇張了 在這個巨野移動還能射到極兵 火力非常兇猛 現在榴彈炮最強的地方來了 好 大概五台 榴彈炮 就可以收掉一個軍營了 城堡先劫 但是城堡會被射 哎呦 差點被射掉榴彈炮 那這邊雖然被壓了回去 但是條盾似乎不知道 下方已經著火了 趕快拉了一些弱馬過來搜,但弱馬這邊有遇到大量的擊兵跟火槍 能搜到的東西其實並不多,只能稍微解一下火槍兵而已 個彈炮也只是解了一台,然後還有四台 目前DOT的黃金庫存還剩可以,還有一千 目前木頭有點太多了,待會可能會再度做一波買賣,去換一些更多的黃金出來 這門的部分,用火槍加上一些擊兵,擋住一下,讀口 那如果對手要下來直接硬解這一波,看一下這個榴彈炮能不能解到 啟發一下,好,這時候往前 撤了一下,所以榴彈炮並沒有造成毀壞性的毀滅 疾兵還在到處逃,逃竄,這邊好像在等一下嗎 好,榴彈炮數量四隻 左邊有三台重型投石機,小心小心,DOT你的榴彈炮 好,那對手發現已經沒機會了 直接去砸掉三隻火槍,炸了一發 火槍大量死去,這邊想要做一個甩槍碰邊的動作 雖然有做到一點傷害的感覺 但是最麻煩的還是這個榴彈炮 榴彈炮還是沒辦法解決掉 好,挑戰這邊用心的心力,開始有點節節敗退 到時候從下面跟家裡出來的兵,開始在中間聚集 三國制衛國,終於要拿到最後的勝利了嗎 橘色的五國,能撐住衛國的進攻嗎 大概這個歷史大家應該很明顯知道了 最後是誰拿下三國制的 那這邊看起來這個局勢也是這樣子 節節敗退 抹擋 這時候你還在出猴子車 算你狠 猴子車確實也是要出一點 但是你出猴子車 雖然是有機會砸到火槍 但是你可能在砸之前就被榴彈炮給解決掉了 他真的是兩難啊 但是城堡可以很有效地刻住榴彈炮的進攻 只要每一次看到城堡 這個就只能靠距離投資機了 先往前踩 這個射能實在太遠 好,上方大羅馬再聚集一波 條頓這邊經濟真的是見底了 由於沒有生物的關係 黃金不會動 這邊有幾隻優俠想要上前來尻 但是尻這個石牆沒什麼太大意義 然後出幾隻疾病就可以解到這些優俠了 好,大羅馬再一次出竅嗎 喔不是喔,這個是沒控好喔 這個羅馬是沒控好的意思喔 好,波西米亞完全體出來 少量的擊兵,加上大量的火箱 還有再來幾台巨頭跟火炮 完美組合 要解掉的話就只有用 大量奴炮跟大量駝車 但是奴炮跟駝車又被波西米亞的榴彈炮給解決 用洛馬的話又會被擊兵戳爆 而且還會被火箱給射爛 所以,條頓目前進退兩難 怎麼打都不太對 好,那這個頭子上好像有點鋼鐵甲的出事 感覺防禦好像有點高 是我的錯覺嗎 好,榴彈炮再次有個操作 哎呀,完美 三台頭車直接原地往生 好,這邊榴彈炮可不可以再集火一下 預判一下 哇,沒有砸到自己洛馬 好,再預判一下 榴彈炮進攻 不敢打 怕打到自己的擊兵 因為榴彈炮這個落地傷害 可能會攻擊到隊友 好,這邊稍微再繼續往前推進 條頓已經面臨到最後一個防線 城堡也沒有了 家裡只剩下自己的建築物 而且已經搖到出兵點了 通常只要搖到出兵點就是GG的時候了 上方這個石牆兩隻優夏還在繼續做努力 但是這個石牆顯然用刀去挖城牆是不切實際的 要拿這個錘子會比較好一點 拿刀砍城牆 你的刀可能是先盾的啊 好,這邊看起來 這波進攻 道特拿上了一個超大的石牆 哇,這裡直接火槍往前 流彈炮也直接往前 直接不演了 我就直接壓你出兵點 反正我火槍超強 好啦,這一場應該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三國治的結局是由道特拿下的勝利 那高年這個前期的作戰也是做得相當不錯 這個為大石牆這個想法是OK的 但是到城堡時到看到前線不對的時候 應該要趕快把家裡的趕快圍死了 圍個好幾層 然後再用一些頭車加上城堡 坐守在門口會比較好 挖石頭的時間有點偏晚了 看到對方出來的時候 應該要第一時間去反應要去挖石頭這件事情 但是他看到敵人殺進來之後 才開始挖 然後城堡才在家裡 通常讓對方來到家裡的時候 就已經有點為死已晚了 就有點像是競技場的概念 只要對方塔弓拆城牆的時候 拆進來那一瞬間 你就已經輸一半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看起來道特應該是會最猛的 但是這裡條盾 食物超多,畢竟農體很多 那經濟狀況果然是條盾 不是,搞定是這個Porsimia 五聖物,五千五百四十啦 真的是超誇張的打這個黃金 那木頭的話也是蠻正常 畢竟自己要出流彈炮啊 還有這個,吉兵喔 還有這個巨頭 需要大量的木頭 那食物部分可能不需要這麼多 畢竟吃食物的單位就只有吉兵而已 那感覺道特這邊有點算是 算是有點蠻認真玩的 並沒有在亂玩 我看他之前有時候打一些比較輕鬆的比賽 可能會沒有拿出他自己全部的實力喔 但這一場,從頭到尾 那把自己的實力包最滿 前期先滅掉異國 然後再回頭打另外一國 全科技爬滿條盾喔 那他這個觀念也是非常正確 馬上就把自己最強的兵種給拼出來了 沒有猶豫喔 沒有什麼中間出什麼重裝騎士啊 或是大落馬啊 去跟對方打 沒有沒有 就直接往這個火槍擊兵 榴彈炮的科技線 直接走去 打得非常漂亮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個喜歡 那還記得請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